安波足球快信 後,亞即是發粉圖強,在將近3個月的時間內,豪取各項賽是15勝3和,的不敗皆跡。不僅聯賽在小賽一輪的情況下,手押6分優勢領先,而且勾霸杯,和荷蘭杯亦分別殺入16強,同決賽,一點都不誇張地說,亞即是有望向三冠王發起衝擊。 其實上輪聯賽球隊差點宗旨不敗勢頭,如果不是前鋒杜辛泰迪,在最後時刻的12碼救主,亞即是將被PSV燕毫分將彼此的分差縮窄到只有3分。 正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,他們上將就在荷蘭杯準決賽中,三球員勝海倫為恩進級決賽,杜辛泰迪再次12碼見攻,這位球員今季各項賽事已有17個球的進將,由他領銜的亞即是。 進攻方面,在今季聯賽軍場火力超過3個球,試問有多少球隊能夠抵擋得住,他們今次沒有不贏球的理由。 在陣容方面,門將奧娜娜被罰停賽。 另一邊相,高寧根絕對是近年何甲,絕無僅有能夠連勝亞即是兩次的球隊。 不過要指出的是,這兩場比賽都是主場作戰,相反球隊聯賽客戰亞即是, 到目前遭到12連敗,期間合共僅錄得兩個入球,可以說被打到毫無還手之力。 雖說高寧根最近狀態不錯,保持四輪聯賽不敗的勢頭,但與亞即是的各項賽事,18場不敗相比,簡直不值一提。 何況球隊最近三個聯賽客場,只有一和兩副的不勝戰績,當中只有一個入球。 一眾攻擊手不善客戰的遠力顯而易見,而亞即是就是今季何甲防守最好的球隊, 軍場只失0.78個球,同時他們主場11戰豪取九勝一和一副的佳職,高寧根今次無疑是以卵擊石。 在陣容方面,中場諾賓,和亞美德等人恩相無波踢。 你聽著的是安波足球快信,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。